橘子说房产 让您房产投资不再难 Apple to Apple是什么意思 怎么利用康体来帮助自己把握质量观 听橘子给你细细解说 橘子说房产 这一期我们继续回答网友的问题 我先来重复一下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问我准备装修工放我鸽子 他不守时不守信 我希望找到一个好的contractor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如何确保不被装修工放鸽子或者被骗 我个人的建议有以下这么几点 第一 我认为你要找朋友或者是可靠的人推荐的 在用这个人之前 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人 第二 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如果你跟这个人接触 你感觉他人品有问题 感觉他们不诚实 不可靠 感觉这种情况你就不要用 相信你的直觉 第三 不守时 不守信 总要你等 总要你去吹 这些人你不要去用 因为以后整个装修可能是一个月 可能是两个月 你跟他合作时间很长 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是你去吹他 那第四 你自己要心中有数 你说我要找一个人刷漆 我这个房子2000尺 刷室内漆 你自己要知道 我是要喷漆 我还是刷漆 我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料回多少钱 刷的工序是怎么样 大概需要多少工时 如果是一个复杂的水管的问题 店的问题 你先自己去朋友圈问一下 你去YouTube上去搜一下 你去网上去查一下 你可能说 我怎么知道别人到哪去查 我自己一点都不懂啊 就现在网络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你在上面你能找到你需要的所有的信息 就是到处都是雷锋 你说 我这个卧室这个淋浴不出热水了 你就把这个淋浴不出热水了 中文 英文打到这个网上 你在网上咕咕一搜 会收到有视频教你 会有文字跟你说明 可能发生什么问题了 怎么去修 你自己先心中有数 你自己了解了整个流程 整个价钱 然后你自己再去跟这些装修工去谈 你知道的越多 你被骗的可能性就越小 那第五 我就建议如果你拿到一个报价之后 你说我这个刷起 刷这个房子 有一个人你看他长相忠厚敦实 价钱也好 整个给你的工钱啊 这个完成的时间都很合你的心意 那你拿到这个报价之后 你再去问两到三家 你知道百分之八九十你就给这个人了 但是你还是再去问其他的两到三家 你去拿下别人的报价 你去比较一下 但这个比较你就要注意 真的是苹果对苹果 老美就说话说是apple to apple orange to orange的比较 比方说我们这栋楼我们办公室 我们外边要换这个铁的这个楼梯 可能有的人报价就是一万块 有的人报价就是三万块 我们拿到一万块的报价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那三万块的可真能坑人 就是真的漫天要价 但最后等到一万块的建好了 你才知道这个三万块跟一万块它建的质量不一样的 它整个这个扶手的栏杆 整个密度 它材料都不一样的 你拿到不同报价 你比较它们的时候 你要确保它们的质量 它们的技术 它们完成工作的时间 就同等条件下去比较 那第六 你要记着任何一个工程 你去找这个装修工 你除了谈工钱之外 你还要记着跟他们谈料的钱 材料的钱 如果可以的话 你想省心的话 你尽可能的包工包料 你提前讲好这个料 提前讲好要用什么样的质量 这个规格生产厂家标准 你把这个料的标准 你提前跟他们说 如果可能的话 包工包料 如果不包料 那你要跟他讲好工钱大概多少钱 你也大概问他一下 预计料钱大概是多少钱 如果是第七 你尽可能的拿两种报价 我们做房子修理的你知道 任何情况下你都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坏心的 一个是修旧的 你空调不工作了 空调工来给你 他们多半都愿意换新的 因为换新的又省事 赚钱又多 那你都要坚持问他一下 如果我这个修是多少钱 能不能修 如果我不修 要换新的 多少吨位 什么牌子的 大概是多少钱 你换房顶也是这样的 下雨了 屋顶漏 你都要问他一下 能不能修 如果修是多少钱 程序是什么样的 如果是整个换新的 大概是多少钱 这些人跟你说的时候 你听他说的时候 你自己会有个判断 你会知道 他们靠谱不靠谱 他们技术行不行 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对他有个判断 所以就说 如果有两种选择的时候 你自己都已经决定要换房顶了 你还是坚持在问他们 如果修是什么样 你拿到两个报价 那第八 你跟这些人讲的时候 你还要记得跟他们讲工期 因为对于我们房东来说 我们投的每一块钱都是钱 那我们浪费的每一天也都是钱 房东 时间是钱 钱是钱 你跟他们谈的时候 你要谈大概多长时间能做好 如果有不可抗的因素 有一些什么情况会造成延期 那你会跟他谈 多长时间的延期是合理的 我可能没有罚款 那如果超过多长时间 你要记得跟他要一个赔偿款 因为你要叫他明白 他的延期会对你有损失的 因为对我们房东来说 就是这样 钱是钱 时间也是钱 第九 如果只是包工的情况 那叫他们预估一下材料的费用 控制好材料的花费 确保不让他们在材料上做手脚 那你可能就很奇怪了 这个装修工怎么会在材料上做手脚啊 那他给你铺这个房子的地毯 你房子可能需要一千尺的地毯 他可能买的就是一千五百尺 他帮你的一千尺装完了 他剩下五百尺 他就包工包料 帮另外一家的卧室给换了 他说 控制好材料的花费 不让这些人在材料上做手脚 那第十 是尽可能的申请这个建筑许可 叫做building permit 你说我在后面加个deck 我在房子四周加个fans 我把我们家的地下室没有装修的装修好 那这些你如果去申请到CT 到conte申请building permit 对你的坏处是什么呢 你的地税可能会高一点 你的审批过程 你这个修建的过程可能会长一点 因为他们要审批 要花时间 但对于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CT 或者conte的工作人员 专门的技术人员 他们会帮你控制质量 还有的时候 你通过这个可以测试这个装修工的资质和水平 比方说你要去装修这个地下室 你已经订了 我不会去申请building permit 但是你跟装修工谈的时候 你会跟他说 我要申请这个building permit 他们知道这个CT conte对这个装修的质量有要求的 他们知道对这个资质有要求的 所以如果这个人他心里没底气 没细心的 他就不接这个活了 你通过这个过程能够测试一下的这个装修工的水平 做之前要签合同 不要说说好了 看的面线也挺好的 价钱谈的挺好的 你又很着急 他也很着急 好吧 开干吧 在做事情之前 把你们两个谈好的都写下来 签个合同 签字画押 就互相能够保护一下的 具体你写的越细越好 讲好这些条款 然后签字画押 交押金 这样相对来说 以后万一有纠纷的时候 你至少知道我要照什么去调解 我照什么去跟别人要 那要有定期的质量检查 如果是一个大的工程的话 我自己的房子装修 我自己 我们家现在住的地下室装修 没加保暖城就把墙封上了 你在开正常的程序 我现在就知道了 我装修地下室 我要跟我的包工头说 每一步封墙之前我要看 因为我要确保水管 电线保暖城做好没做好 每一步 每一步 你尽可能的都去看一下的 很可能 这个保暖城未加墙就封上了 很可能水管工的水管还没弄好 这个耍气工就把这个墙封上了 很可能这个地级渗水的问题 它修一次 它修一次 你以为修好了 但实际上你要是不查 实际上它可能没修好 你就把这个地也封上了 地板也装上了 结果这个问题没解决 过一阵你还得拆地 拆墙 再重新去修 像我现在我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情 就是漏水的问题 地级渗水的问题 其实每次它做完活之后 你检查特别简单 它就有一个湿度测试器 那湿度测试器就在漏水的那个地方 你就对着那个漏水的地方放一下 它就会告诉你 那个湿度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 你就通过这个很简单的 两分钟你就知道 它那个地级渗水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就是每一步你自己知道 或者你叫一个你信得着的人 或者你自己 你都有个质量检查的过程 这样的话能够确保质量 能够确保的质量 确保没有问题 好 这一期的橘子说房产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橘子说房产 详尽又全面 让你投资房产不再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的 consecut日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